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中廚部行政總廚談博星 我是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中廚部行政總廚談博星 我今天帶大家來大寶區街市買菜 煮時味彩焦炒牛頸椎 如果去街市買新鮮牛肉來炒的 最好的部位就是牛頸椎 因為其他的部位就沒有它那麼軟滑 就算熟了都不會走的 因為牛頸椎只有兩條 價錢相對也是貴一倍 炒牛頸椎其實有兩個小貼士 切牛肉那裏如果切直紋 就怎樣都不好吃 這裏的紋就是橫紋 跟著這塊肉這樣切就對了 就切斷肉紋 舊肉就會沒有紋 斜斜地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如果打直切就只有半個位 我覺得這樣切會更好看 我們將植紋調轉它 就變成橫紋了 你看到那些肉的纖維密度 它是分佈得很鬆的 植紋的牛肉是怎樣都不會軟滑的 我們將牛肉切好片 跟著就調味 拌勻之後就放在雪櫃大約30分鐘 這樣就可以令牛肉入味一點 醃肉的時候要加少許蠔油 因為蠔油和牛肉的味道是很配合的 如果用三色彩椒 用半個就夠了 我們洗乾淨切菱形 好看一點 還有會入味一點的 將些彩椒爆炒 蘸少許水 大約五成熟 就可以倒起彩椒 煎一煎牛肉片 如果在家裡就可以用竹筷子 可以將牛肉炭開 它受熱就平均一點 大約炒一分鐘 它已經有五成熟了 接著就可以將尿頭爆香 就是乾蔥、蒜蓉、豆豉 再加牛肉 多炒兩下 加彩椒、蜆汁、快炒 就完成了 可是有一點 或者還是需要了 很多炒的火炭 大約五成熟 紋辣火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